今天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还是医学的基础知识 我们前面说这个甘肢啊 包括生肖啊 已经都讲完了 我们翻译前的课 这个视频呢 今天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咱们人设有限 有兴趣有心智 一起做事的呢 咱们可以私下里私信交流 一起这个做文化 做医学 那么怎么说呢 说的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基础上 把一个圆化成12等分 分成12份平均分 那么每一个就代表 自愁因为我其中的一个 这个就代表植物啊 我们大多数相当植物 当然其实 动物人万事万物 事儿上也可以 把它分成12个阶段 从开始生育 子代表生育 那这个呢 甲乙丙丁呢 其实也是把这个12等分 只不过把它10等分了 就是平均到每一个 就10分之12 要多一点 仅此而已 那这个鬼呢 就是这个子呢 小和苗 刚刚出来 这个好像我们以前也讲过 那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 那就是假 当然了 当然了 有的人说 从这个鬼就开始孕育 其实这个亥呢 就代表一个核 种子那个核 大概 基本上也能对得上 只是它每一个站的分量比例多一点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 还有一种说法 更直接 因为这一个字啊 虽然简单 大家不太好理解 就叫12长生 也叫12长生 那么说长 这个 就是意思跟长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习惯说 这个长 因为它刚长出来嘛 实际上这个整个循环来说 它也是长生 长灭的 那么第二个阶段 刚开始就小孩出生 出生完了之后洗澡 然后穿一袋帽 只不过呢 它这个阶段啊 每一个 代表的年份很长 这个洗澡这个阶段啊 就是因为小孩穿开装裤嘛 这个阶段还是很长的 灌带 这个就是男子古代 大概就是在20岁 穿一袋帽 成人礼 女子可能早一点 有时候18岁 有时候16岁 这个这个 有的你 朝代还是有点不一样 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个男子 在古代 这个 男28 女27 14 28 16 这个时候 就是天归之 姓啊 已经成熟了 大概这个时候 小孩 古代以前 啊 这个这个 成熟的比较早 教育什么的 都很讲究 为人处事 啊 很早就懂事 到这个时候 下一个阶段 林官 就开始走马上任了 就可以对外做事了 那之前是对内的 在家里不出门 啊 在这个时候 啊 就是甚至说 当官了 走师徒了 那师徒到最后呢 肯定有个 还是继续向上发展 到这个时候 帝旺 就是最旺的时候 也可以叫帝旺协议 这就说的很形象 但是物极必反 那这个时候 你要注意了 提前准备了 那这个事物的规律 它自然会摔 摔之后呢 啊 见摔了 然后就开始病了 就写不下了 然后死 然后木 死了之后 就是入墓地嘛 木但是这个时候 还是有气的 阴窄 这个能量还是很大 甚至三五代之内 都还没完 这个阶段也很长 到这个时候呢 绝 那就彻底阴阳两颗了 有缘再见了 然后胎再偷胎 这个时间 每个可能是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之后呢 就是羊 在哪儿养 在妈妈肚子里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